深夜街景,建筑工地来了不速之客 外面有农用车,接手建材成批味道 到底谁敢煮此大手笔 今日说法给您播出,工地夜未央 大家好,这里是今日说法,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2008年11月23号凌晨4点钟左右 先是公安局魏央分局的谈家派出所就接到了报案 说辖区内的一个建筑工地遭遇了窃贼,损失惨重 按理说,在建筑工地里面出现小偷小摸并不少见 但是这次盗窃不一样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记者调查 这东西是什么东西 手机变了 后线 连接这个钢管 钢管十字,十字 然后这边一根钢管 这边一根钢管,两根钢管 穿的话就离开 这边的桥呢 对对对 这个东西大概多少钱一个 现在都五块左右 当晚这个工地丢失了一千多个这种用来连接铁管的金属扣件 价值五千多元 加上手机笔记本电脑共计三万多元 这样大规模盗窃工地财物的现象 在魏央区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为了迅速破案 魏央分局的公安局长 特别的把现场会开到了工地上 一个是我们要了解案情 第二个呢 是和群众对话 对群众进行一种安抚 警方的侦破工作正在紧锣密鼓 两天后 附近又传来坏消息 距离案发工地五公里外的另外两个施工场地 在2008年11月25日当晚 先后失窃 晚上大概3点24左右 3点24 3点24啊 价值万元的扣件被盗 看门狗惨遭毒手 更令人震惊的是 当工地上留守的工人 与作案人狭路相逢时 作案人还抄起了砖块和钢筋打伤了工人 气焰十分嚣张 索性另外一个被盗工地无人受伤 因为当时工地只有四个人留守 和盗贼的人数 和盗贼的人数 和盗贼的人数相比实在太悬殊了 所以他们选择了立即报案 而在短短的几天的时间里 相邻的几个工地 先后遭到了这伙盗贼的盗窃 有目击者就说 这伙盗贼分工非常的明细 有人望风 有人搬货 有人开车 所以行动极为迅速 警方判断 以上三起案子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 至少有十几名成员 属于有目标有组织的 大规模盗账工地行为 面对已经升级的犯罪 魏央分局派出了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袁平 亲自带队组织侦破 魏央区正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间 随着市政府和市委的北签 许多大的基建项目都上马了 所以我们的工地就非常多 这样我们行政大队和派出所 一共上了警力二十多名 我们是摸拍走法 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 有没有是画像 我们做了一部分 就是所有目击者 我们都详细地了解 他的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包括口音 警方根据目击者反映的情况 很快刻画出这个群体的大概形象 都是青创年 口音是魏北一带 衣着和魏央区 张家宝人力市场一带 游荡的外来务工人员很是接济 近几年来 西安市魏央区发展很快 处在建设高峰期 大量外来人员都在张家宝 人力市场寻找工作机会 因此张家宝人力市场 成为警方重点不控的地方 案发时 有目击保安 听到有人喊过军哥这样的名字 外号军哥的人成为破案的重要线索 警方通过画像 并查阅张家宝人力市场的档案资料 确定 一个叫李军孝的人有重大嫌疑 他外号叫军哥 并很快掌握了他的行踪 2008年12月11日傍晚 公安人员跟随李军孝来到了一处网吧 发现他和四个人没有上网 却抽烟聊天十分反常 根据工地木鸡社指 警方将李军孝焦白鱼等五人带回了公安局 警方在李军孝等人住处发现了大量的物证 这种钳子是专门捡钢筋的 还有几个未来得及出手的手机 在铁的证据面前 五个嫌疑人低下了头 那么2008年12月11日那天 他们去网吧抽烟聊天 又在密谋些什么呢 我们在抓获这几名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这几名犯罪嫌疑人正在开会研究 研究什么呢 研究如何进行反侦查 如何逃避打击 这是比较喜剧的一点 原来在11月23日 警方接到第一起工地棄案之后 整个西安市公安系统展开了一场 针对工地反盗墙的专项行动 显示另外一个区发生盗窃工地的案件 五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得知这个消息后 李军孝等人沉不住气了 他们在网吧里商讨对策的时候 没想到警察却突然来了一个瓮中捉鳖 嫌疑人李军孝在这个团货中 起的一个是只有着急人的作用 嫌疑人贾北宇在整个团货中 是一个得理干疆 以控和偶大的这种方式 来对受害人进行控制 李军孝他们这个团货 据咱了解的 那么现在又30多岁岁年 正在走步落实 从先右的这个情况 李军孝作为一个主要组织者 几乎都采取了 那你什么时候作案呢 什么时候作案 一万 我让几点大概 两三点 学习采取点 人多 谁看的 大家往一交 有交易 然后这个给谁了呢 偷完之后 交费品材 李军孝共署 魏阳区三起盗窃工地案件 都是他们所为 偷来的扣件 都卖给了南郊一个废品回收站 当天晚上 警方乘胜追击 又抓获了六名嫌疑人 其中就专门收赃的 非法收购站的老板 张来栓 从2008年11月23号 警方接到第一起报案 到12月11号 抓获11名犯罪嫌疑人 只用了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 在侦破的过程当中 警方就了解到 这些犯罪嫌疑人 之所以要把下手的目标 定在工地上 是因为其中的绝大多数人 都有过在工地打工的经历 所以对工地的情况相对熟悉 李军孝34岁 焦白鱼26岁 都是嫌疑洋人 两人在两年前 曾因盗窃被判过刑 出狱后 组织人马重操就业 越锁越大 从2008年年初 一年内作案25起 涉案金额高达50万元 得来的钱财 都吃喝玩乐挥霍掉了 他们当时分手机的时候 就是这样 把东西全部放到这 放到桌上以后 比如说是每一个人 抢的东西全放到 放到这以后 比如说这一部手机 50块钱 比如说谁要 谁看上 拿50块钱一放 把手机拿走 然后把那个钱子 就这样打压一分 截至2008年年底 警方供抓获犯罪嫌疑人20人 为阳区公安局 反抢反倒行动 出战告捷 最让警方感到疑惑的是 这些人如此大规模的 盗窃金属建材 并迅速出手变现 必然有下架接手 那么这些赃物 是如何出手变现的呢 发现在一些地方存在一些个人 和这些盗窃团货 形成一种利益公胜关系 的这些小掌人 他们不直接参与盗窃 但是他们是一件方案里头 放一个帮城 将盗窃来的这些监督工地上的 这些监裁 拿来以后 他们以轮件轮件 成件轮量 以卖给这些手掌的这些人 这些人很快地 将这个小授出去 回来又一些东西 直接就死 又通过一些非法渠道 又流入这个监督行业里边来 原来李军孝等人连夜作案 天不亮就把成批的金属建材 拉到事先联系好的 非法废品收购站 两三个小时之内 赃物就能变现 针对建筑工地这种大规模的盗窃 用车拉 重批盗窃 以前还并不多见 而且盗窃团伙的人数多 作案次数多 他们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定罪和量刑呢 接下来请脑部帮我们来接通一下 中国政法大学的曲新九教授 那么像这种情形呢 首先在定罪上 在法律上会被区分为两个犯罪 就不是一个犯罪了 就是第一 他们一般的很多人去到这个工地上偷东西 就是一个盗窃罪 首要分子呢 要对整个犯罪负责 在这过程当中呢 打人的行为 实际上有些案 有些情形已经转化为抢劫罪了 所以这个案子当中呢 被告人呢 可能会被盗窃罪和抢劫罪 两个罪被最有法力责任 并且进行输罪并罚 偷到的东西 最后是要卖给废品收购站的 那么废品收购站算收脏吗 废品收购站呢 那么应该讲呢 以前我们叫做收购脏务罪 后来我们刑法略做了一个修改 那么就是叫做掩饰犯罪所得罪 好的 好 谢谢屈老师跟我们电话连线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警方反复的在强调 说这些盗抢来的金属扣件 之所以能够变现 这些废品收购站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果这些废品收购站 没有积极的参与其中 整个的这个犯罪链条 是不能够成立的 按理说 废品收购是特种行业 应该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怎么最后就能够变成了 销赃的渠道呢 来看一下我们记者的后续调查 国务院公安部这块 都有严格的 废品收购 业的这个 行业规定 你去成立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定的自治 包括你在收购的时候 有些东西 所以不允许收购 或者收购的时候 需要此事 想管证明 才能够收购 但是 那么办案的这个 就是两个废品收购站 所以散无收购 按照我国关于 废品回收行业的规定 扣建这样的生产性费金属 只能由专门的物资回收公司 通过完备的手续才能收购 一般小的收购站 只能收锅碗瓢盆这样的生活费金属 记者在西安市郊区一家大型的物资回收公司 了解物资回收的正规程序 我们主要就针对这些大型的企业 就是管营的单位 就是上台没让去 厂的去收购 直接到厂里去收购 对对 那么进你那个房间去看看 那些那个证照什么的 行行行 需要的就是像在 现在那个地方派事所备案 然后到粉局备案 市局备案 备完案以后 就到工商局去办营业执照 裹税地税 然后再到咱们那个 展示有个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 再备案 备案有那个 就是再生资源经营许可证 哦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那在公安局这块 主要备案之后 有没有些什么培训吗 警方在这次打击行动结束之后 一方面加大地 对那些非法收购站的查处 另一方面 对一些工地 也做出了重点的提示 一些工地盗抢案件之所以发生 跟本身保安工作存在漏洞 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第一起案件中 工地案发时 夜晚值班人员在睡觉 而且办公区和工人居住区分离 办公区检易房留有电脑 数码相机等贵重物品 属于夜间无人职守状态 第二个工地有多个入口 门户形同虚设 两只看门狗也未能幸免于难 事后警方加大了对工地安防工作的指导 我们也教育工地的人员要加强安全保卫 提高自身防御的能力 目前西安市卫阳区一带的建筑工地 在安防上也各有各的高招 这些干净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还要叫到楼上 放到楼上 下面给它整个风 这样的话它就没办法 这个预算了 晚上用了五个保卫 你现在就要货物出门怎么办 门房东西 目前公安器官已涉嫌盗窃罪 拘捕了李军孝肖白鱼等20人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卫阳区的这个名字得名于常乐卫阳一词 常乐卫阳指的就是快乐 延续的时间特别特别长 快乐无止境 在今天的案件当中 我们看到警方大力突击 保一方平安 让辖区的百姓 常乐卫阳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意时间 接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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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